這個禮拜就要中秋節了,有什麼樣的計劃度過了嗎? 剛好這次因為工作回來,所以有打算多留幾天 然後跟奶奶他們一起聚一下的家人 這一次是為了這個獨步天下回來嘛,對不對? 其實我在這個計程會之前已經看了55集這個連續劇 但我現在不能劇透啦,我看一次多集的時候覺得有點小 懂得好,對不對? OK 所以這一次是你這個從營以來呢,我覺得又是一個新的高度 更上一層樓,真的很亮眼很厲害 當初怎麼吸引你來參與這個獨步天下的演出的呢? 其實一開始接到這個劇本有一點點掙扎 掙扎是因為之前可能就是從陸航到現在演的基本都是絕對的女一號 但這個角色其實大家都知道她就是一個很潛心很重 但她不是完全的女也好 所以就是公司本來覺得要放棄的一個東西 可是我自己看完了劇本人物大綱等等 餘工我覺得是對我自己一個挑戰 因為以前演的角色都是比較柔弱 或者是常常被欺負 然後那種小媳婦那種最後最多演到工女 欸?現在我可以是仿後 這個東西其實還讓我是很有吸引力 我覺得對一個演員來說 怎麼樣讓大家制定一項的下一站幸福也好 或者是以前鬥魚也好 甚至可能我演的古裝也都是比較柔弱 顛覆成一個這樣的皇后 所以這個是吸引我的地方 那餘工在這兒 餘絲那個時候因為正在六戀期 就覺得說欸好像可以不用花那麼長的時間 因為大家都知道 蠻有私心的說你一分少一點沒關係 好不好無所謂 就是一共與私就兩個加起來 就是覺得欸好像不用卡在一個劇組四五個月 所以其實這部戲的拍攝當中 我還蠻有時間可以飛來進去 然後也在這段期間 在拍這部戲的時候先生跟我求的婚 原來就是福星來講的 對他還覺得蠻特別 就是在拍攝的時候 很幸福的感覺 那目前收到那麼多的迴響 你最難忘的是什麼呢 可能那時候在播的時候網路上蠻多的嘛 就有各種霸氣啊護短啊 但我覺得最有印象應該是大家都會說 全世界欠我一個獨孤半弱的阿姐 其實連我自己都好想要有姐姐 因為我在家裡就是大姐姐了 就是片中的狀況 對我也很想要 就是可以當個小妹妹 然後自己有一個這樣的阿姐 哇 對啊多好 是不是 目前就是收到這個迴響是最難忘的 對